HELLO 又來到期間限定的BOB CAM 影片時間 大家好 我是丹尼爾 今天有兩位嘉賓上來我的頻道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Edward 我叫York 大家好 今天這條影片我們這麼多人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試完這個MySport Olympics 這個MSO 剛剛2023年我們去香港 成績很厲害 這個MSO是有個好像奧運會那樣的項目 但是它裏面包含的東西不是運動 是棋 包括有傳統的棋 即是你認識的圍棋、橡棋等 有Bord Game 即是大家平常玩的Euro 你玩的Party Game就沒有了 還有Poker 有幾個大賽 有一堆這樣的東西 你叫做一些智力的項目 所以它就叫Mind Sports Olympiad 大家認知Bord Game 反而你看它的項目 你會看不到它用Mention Board Game這個字 它賽會比較害怕 如果提Bord Game 那些人就會聯想到 你是不是玩Pictionary 玩Dixit 所以它就在當中 它也有抽一些Euro Game 即是大家 其實我們玩Bord Game 我們講Bord Game 大家都預計是玩Euro Game 或者是大的美式 它又把Euro Game抽出來 如果一隻Euro Game 是多人玩的 它會叫做Multiplayer 如果一隻Euro Game 是二人玩的 它主要會叫做 Imperfect Information 嘩,真的完全沒有聽過這些Terms 是啊 因為它其實很想去 怕被人誤會了 它發覺拿Bord Game這個Terms出來 那些人又誤會 但其實香港也主要是靠Bord Game 我們可以數一下 這次我們做了一個很厲害的成績 就是做什麼呢 你玩這些奧運 你一定有個國家地區榜 那些嘛 這次我要在這裡很隆盡地 我們就拿了一個國家地區榜的第一名 我們是拿了十五個冠軍 國家地區 即是說 計算了所有項目 加起來 分國家去看的話 都是第一 對 那豈不是很厲害 是啊 其實它只有119個項目 然後我們就拿了十五個冠軍 你想想一下 其實就很厲害 雖然剛才我提到 有很多關於其他棋 幾年大賽 但是我這裡做的細分 其中我們有九個項目 都是用Bord Game去贏回來 所以這個我相信絕對是一個 Bord Game界的一個很大的城市 哦 我們就這樣數 我們是數了有六塊金牌出來 即是六塊項目金牌出來 有六個冠軍 Marco Polo 大西鐵 馬雅力法 Lost Room of Annark 這個我覺得可以提多一點 它是我們的 即是我們的一個叫做國技來的 我們是包了頭三 絕對是 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我們 我們波多尼說都差一點點 波多尼說我們決賽是有四個 即是它決賽台是有四人的 我們是入了三個進去 誰知有二三四名 有差一點點 不過就證明我們是 我們是 沒有天飛的 我們沒有天飛 OK 三個人都輸了給我第一名 是的 即是我們真的很認真打 即是我們不會說 尊重的比賽 剛才還沒說完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兩個金牌制 就是薯芝糕和御足元 這次香港都厲害 即是這次是第一次拿了這麼多獎 尤其是Multipair那邊 看到一個是叫做 見到按下去 有一個叫Grand Master的獎 這是什麼意思 你每年都會拿到一些金牌 Grand Master 還有International Master 還有Canadate Master 三樣東西 你就是要數你那些牌 究竟有多少金牌 多少銀牌 才頒上類似的名牌 即是不是計一年 計整個活動這麼多年以來 即是你只要玩那個項目的遊戲 對 要同一個遊戲 拿到幾塊牌 拿兩個金 這樣就會拿到 哇 超厲害 那有沒有香港的損勢 拿到這個Grand Master 或者International Master 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最出名的香港選手 鄭東日 Sunny 大家都可能已經認識他 他呢 Grand Master Lost Wound of Anak 還有Castles of Burgundy 這個特別要提一下 鄭東日 他有一個叫Multiplayer GP Championship 的International Master 這是什麼事呢 就是說他在那個Multiplayer 即是Bord Game 榜上 他是拿過一次的總冠軍 和一次的總冠軍 因為剛才我不是說過幾個榜 那些榜 原來你頭三名 他會再額外給你一塊牌 即是你這個榜冠軍 你還沒有一塊金牌 所以Sunny 他就是在這個 Bord Game 即是Multiplayer 榜上 他今年是第一名 上年他是第二名 所以他又在這裡 再拿一個 Bord Game 就是International Master的一個牌 給他 他是地球上第一個 其實這次我們做到成績 就是說 他在這裡裡面還有一個分榜 我們香港的選手 我們在Multiplayer上 我們是包了頭三名 第一名就好像四金一能 包了一個榜首 然後有個二金二人 包第二 然後有個一金兩人 包第三 我記得是這樣 還有幾塊銅牌 這個拿出來 其實都是震驚了他們 賽會那邊 其他選手 真的 香港人做了什麼 他說 Bord Game 而且我今天坐在這裡 我是很清楚知道 其實我們 其他頻道也好 有很多的高手 他們根本就沒有聽過這個項目 他們都沒有出手 即是我們只是動員了一群 又願意出手的人 然後他們都已經做到這樣的成績 如果我們可以動員到更加多的人 更加多的不同的隱世高手 可能是體驗Channel的你 聽到這個比賽 那你下年參加一下 可能香港又下年有更加多的金牌 那今年你們是否第一年參加這個MSO 今年我們就不是第一年 我們是第二年 那去年我也參加了幾個項目 玩一些自己熟悉的遊戲 例如是Corridor 那去年就拿了金牌 但是因為一金一銀的關係 我就已經拿了 對 除此之外 我還有Loft Spoon 我回來 拿了銀牌 還有Stone Edge 一打一拿了銅牌 阿玉呢 我自己就 因為我以前抓維棋 就代表香港這個背景 維棋對我來說是膽來的 那我一定參加 那 然後呢 其實我今年是打到一些Bord Game 譬如說 我也是 學習其他人 打一下銀牌 其實銀牌我也有打 不過我進不了頭三 Gaia Project 其實我也有打 但玩一下 玩到中間 第三個星期左右 比賽有八個星期 然後 突然間 就彈出了 就是有個 Quartal的冠軍 這個我不預期了 Quartal 我看實在都知道 對我來說 是個比較意外的冠軍 那我就數一數 啊 Quartal我又贏了冠軍 然後 我其他棋 我又拿著圍棋 又是Abstract來的 那時候我產生的想法 就是說 不如我試試練一下Abstract 所以我去到那個時候 才很刺激地 學了幾隻Abstract 才去玩 後面有兩隻 其實是這樣的 Abstract 除了一些傳統棋之外 傳統棋是很難贏的 傳統棋的難度 是真的 你每隻都 可能你要花 一年半載去做 這樣才有機會贏 但今年呢 他又收錄了幾個項目 就是說 有個數學家 其實他 因為Abstract有其中一個來源 就是一些數學家 他突然間想到一些空間 那些空間 職員很少 甚至乎 他有兩隻 他都是這次比賽 扔上來 才讓大家 全部人一起去學 那樣 那我就這麼幸運 那兩隻都被我贏了 所以就成就了 這次突然間 就說 Abstract總冠軍 這個事情 其實我也是過客才開始學 所以又證明一件事 就是說 大家同時一起學一件事 香港也是有勇勢 那其實不只我 因為其實我又跟Era去練 我又跟其他串手一起練 其實他們參賽的 其實他們的水準都會很高 嗯 那你最初去參加這個MSO的原因 其實是什麼 有什麼動機 為什麼大家會想參加呢 那參加原因 我猜有幾樣 一一樣就是 想看看自己的實力在哪裡 就是可能 因為通常你都是在BGA那裡玩的 就是BGA是Blog Game Arena 我們通常練棋就在上面練的 嗯 那在那裡自己玩 那你不知道究竟厲害不厲害 你可能五百多分專家 七百多分大師 那樣 你出來跟全世界打 是不是一定得到獎 不知道 那要挑戰一下 一來 二來就是想證明到 原來我們真的得到獎 那將來我們可能有計劃 可能有機會就是 開班 教Blog Game 讓很多人一起去享受Blog Game的樂趣 嗯 我覺得Eric說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我心裏都有 就是我曾經很多年 一個的想法就是 其實我希望鏡頭前 會聽這個節目的朋友 大家也想想 其實我們這次做了成績 就真的不是一個偶然 有很多的大哥他們都沒有出手 我們其實只是派了 這次也有獎勞十二個人 但是你說真的 香港厲害的 是不是只有這十二個人呢 我知道一定不是 但是我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我們玩Blog Game 是可以一起去維廣真光 而且這件事 根本根本是我們香港人 做的最好的幾件事 所以我認為我們參賽 是有一個使命感在這裏 亦都這個是我們作為香港人的一個驕動 所以我是很希望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成績 大家一起去玩比賽 所以我剛才跟Eric說的 就是我們都在Sale 我們將來會不會搞些班 或者可能我們未必會搞班 我們有可能會嘗試拍片 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可能網上怎樣去想一些棋 香港是去玩傳統棋 圍棋 像棋 他們是有一些現成的渠道 我們可能會嘗試用一些渠道 看看我們會不會把這些班 去推廣給一些中小學生 可能我們下一代 我們會有更加優秀的Blog Game選手 我覺得很好 在你們參加 你除了自己挑戰自己 在Blog Game選手 在棋自己挑戰自己 在棋自己挑戰自己之外 去想起來如何為了Blog Game的界別 去做更多事情 去宣傳 去SPECT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之好 但是參加這個活動 雖然說 Online就不用錢了 但是 你跟小時候不同的選手去比賽 有時差的問題 那你玩的時候 你Online是怎樣玩 你用什麼玩 以及你是怎樣遷就那個時差 我通常比賽的時候 最多的時間都是三點 凌晨三點 可能晚上睡覺 然後就要凌晨覺 中起床 那不是很慘 對 尤其是下棋 Blog Game 你要消耗腦袋 你要精神 所以我們有少少劣勢 對 你可以說我們讓著半筆 真的沒有誇張 對 大家想想 凌晨三點鐘 我還要說 我贏了五塊金牌 那五塊金牌 是在十天內發生的 換言之 十天內 我通銷了五萬 然後我又不需要請假 Richard到最後我還是要請 一開始我是不需要請假的 然後我捉到怎樣呢 捉到 我三十歲人 我通銷了四晚之後 我受不了 然後第二天 我上班是流鼻血 然後被同事看到 哇 你昨晚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刺激你 然後他們說 是的 真的很刺激 真的 肌血湧在頭上 那一刻我決定要請假 但真的太誇張了 他們打那個 你想想 他有些項目是很無人性的 星期二 晚上三點 他一直爬起來去打比賽 不是 因為你看看表 其實他也不是太多押走地 他參加 那你現在 在參加比賽 玩不同的遊戲 除了這個 其他地方都有獲得冠軍 那兩位都非常之強勁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呢 例如 你玩 我以為玩了 CORIDOR 厲害的 那你有沒有什麼心得 攻略 可以小小介紹一下 那我玩CORIDOR 其實我覺得CORIDOR 跟普通那些 傳統棋類 例如象棋 那些都差不多 那我們要分到很仔細 每一部分去 去 去研究 例如開局 然後中盤 去結尾 要怎麼做 我覺得CORIDOR 你最基本功 是一定要知道 每一塊板 放進去之後 是令到你的對手 走多了多少步 這個一定要知道 就是 要玩那個 怎樣去 令到對手 虧步數 就是最有效率 要很精準地計算 每一步 因為CORIDOR 是一個鬥快 去終點的遊戲 所以一個攻略位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放一些木板 就令到 最有效 令到對手 罰得更多步數 就是在這位置 最簡單的 我給大家一個 沙武曲 第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做 譬如說 你玩個花磚物語 大家會不會 關心一下 Component List 一個配件列表 大家會不會做 這件事 玩花磚物語 其實一個很重點的 就是 你知不知道 他到底是 Designer想去多少人 遊戲 我回答你 Designer想去花磚物語 是一種二人遊戲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 它的Component 如果有二人玩的話 剛剛好 可以在五回合之內 派出所有的Component 剛剛好 一百塊磚物 你可以數牌 三人四人 他分別需要 一百四十個 和一百八十個磚物 變成你是不能數的 所以 你就會知道 花磚物語 所以 它的設計 它的基礎 是一個二人遊戲 並且 其中一個技巧 就是 你要知道 你要懂得數牌 花磚物語 是一個很好的展開 剛剛 Eric提過 我們有一個叫board game arena 其實 如果你上去board game arena 他們做得很好的 如果你付錢 做付費會員的話 它上面是有些統計數據 它會有什麼數據呢 有該玩家的平均數據 有所有玩家的平均數據 這就是我們第二個 你要留意的地方 做什麼事呢 比如說 你打開花磚物語 他會列出哪個 現在是第一名 我現在第一名是一個中國玩家 你打開他的page 他會對比 原來 這位中國玩家 大家可以recall一下這個 花磚物語 你齊了一隻色 是數十分的 是不是 就是你一隻磚 那個款五粒齊了 齊了十分 如果你直行 就是數七分 結果 如果你看這個page 你就會看到 這位中國玩家 他在齊塞色這個 他平均一局 是拿1.1分 就是他十局才做一次 你對比一般玩家平均 原來一般玩家 就是整個server的average 他們在顏色那裡 是數到5分 那你就知道 其實哪些是對的步伐 所以我們上網打board game 是我們學board game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應該很好 可以極速 可以理解哪個策略 是會有些 可以抄襲 看看高手 是用什麼戰略 去看 第三個方法 你就要懂得分 你玩一支遊戲 如果你以一般數分遊戲來說 其實它一個很主要的衝突 就是 到底它是 到底它才是 比較緊缺的資源 還是它是 資源 或者是錢 才是比較緊缺的項目 我做個例子 就是 Splendor 那Splendor做什麼事 其實Splendor 很多人 經常有個誤解 就是他們會覺得 我玩一個Splendor 那是不是我要用一個最便宜的方法 買完卡 那要最好玩 所以你看過那些人玩 他就會 面前一堆 全部都是一級卡 那一級卡 即到差不多了 他才開始買二級 但如果你再仔細想想 這個問題 原來這個遊戲 是時間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想通這件事 你就可能一來 已經在賣二、三級卡 那你的關心 可能就是說 我用多少個寶石 換回兩分 是最便宜的 還有呢 因為你的比賽 你不同的對面 即是你BGA玩 你要按它的按鈕 那我最重要的是 就是之前 如果你想跟別人玩 或者想玩比賽 你也要練一些操作 即是知道 你的按鈕怎麼按 不是很容易按錯 但很快 我沒有你的 比賽不能扶起 Oh no 很可憐 其實之前 你們有沒有玩開 還是 即是你們兩個是 有沒有參加什麼項目 都是玩開 都有擅長 那我呢 就是 今年第二次參加 其實我 怎樣接觸 這個Mind Sport Olympia 都是因為認識了阿Yok 認識了阿Yok 認識了阿Yok 阿Yok 就介紹這個活動給我 那我就加入了 上年第一次 今年第二次 很榮幸 兩年都有獲獎 先說 我自己以前代表香港足為奇 我從2008到2017年 中間就代表過三次的香港 去足為奇 打全球賽 我自己有一個足為奇打比賽的傳統 所以對我來說 玩些遊戲 我都會想很投入島 找些東西去很認真去思考 我自己那類人 所以我自己有個屬性 就是我天生 我覺得自己就是會打比賽的人 我會說 即使以我一個香港代表史 而言 Edward的圍棋是捉得很厲害的 他自學了一年 三個月左右 他已經跟我學了四五年 差不多那麼厲害 Edward是我們唯一一位選手 他是同時在三個類型 我也要數三個類型 Multiplayer 二人board game 以及aptract 他都有牌 的一位選手 因為其他人都會這樣做 即是我自己 很難的 譬如我自己的aptract 會比較差 你當然有些東西會比較差 因為全部都那麼厲害 Erin就是 他有信心 即是有自信得來 他就出時間 出力去參加了 那麼多的項目 Erin和阿宗 你平時是否都有上班 是的 我是自顧人士 在家裡工作 part time有做棋藝導師 有教棋 傳統棋 各三種都有 中國象棋 各藝象棋 和外棋都有 OK 即是你們都是 就是翻閱工 去參加這個比賽 是的 我取得一些東西 我做工程學業 衰些可以說地盤佬 Anyway 我都在地盤佬 我都不是engineer 我是負責畫圖 但是工時都好 即是上班 一天有十個小時 所以這次比賽 是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做 嗯 那你們怎樣看香港 即是玩棋遊戲的興趣呢 我覺得其實有意義 就是告訴大家 除了派對遊戲之外 可能是 我們是香港人 原來我們玩strategy 都有水準的 我們將來可以繼續做好些 因為其實香港來講 如果你用傳統企去計算的話 其實他們已經是一個 比較成熟的 我們叫做一個 產業系統出來的 即是他們會有很多的 興趣班公司在 有很多的 即是這些興趣班公司 他們會在學校開班 他們會在個人上去開班 其實這方面就很成熟 即是他們都 在香港都立足了 起碼20年以上 那我自己在想 就是如果 我覺得它其中一個面向 就是可以 像今次的MSO 用來 真的讓人去促進一下 智力 或者有些好的性質去推薦 即是 譬如很簡單 你玩棋遊戲 你比傳統企去推薦到 一樣更多的東西 一定是他需要和別人交流 你的策略 即是 以策略來計 對呀 你在一個 game figure上面 叫做mixed strategy 即是 你不是單純想想 一個最優的 即是對自己最優的 你可能是想 另一個人 另一個玩家 他在一個 博弈之下 他會做什麼選擇 那你要學會切身處理 那這個我覺得 是一個 新的方向 傳統企去沒有這些 不過遊戲 我們還未夠重視這些 那將來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 給我們 我們下一代的學生 他有機會接觸到 我個人對這件事相之樂觀 尤其是我們原來的成績這麼好 即是我們的人出道 他原來是可以獲獎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 我們可以做 即是我今天上來 和Eric上來 尤其是我們兩個 都曾經做過期間的導師 Eric他做緊期間的導師 我做工程 和他之前 我都做過期間的導師 即是我們都有一個 Richard就是說 這件事 是不是可以 給我們的下一代 讓我們香港下一代的小朋友 可以更加好去學習這件事 真是成為我們一個驕傲 這是我覺得 我們board game 一個可以發展的項目 來的 那你們兩個 現在還有什麼計劃 是想做去 關於board game的呢 好啊 嗯 我和Eric可能說 將來我們會和Daniel做合作 一起拍一些stretch的影片 這裏我真的要特別多 即是在鏡頭前 我要再一次多謝Daniel 因為其實stretch的影片 大家知道就是沒有太多人看的 真的 你去搜尋一下 那些外國的youtuber 很慘 即是你拍段 Galrus的影片 他的視頻 可能是說以萬計 失萬計 然後stretch的影片 那些視頻是三位數計 是很慘 即是他們還在說一個英文 即是已經在面對全世界所有的人 其二就是說 我們都可能會嘗試搞一下比賽 但搞比賽就比較遙遠 那他需要的 他需要要做的Marketing 就比較多 那現在我們還是在一個探討階段 我就未敢說 我們一定會做到這件事 但我們嘗試了一下 OK 今天也很感謝阿佑和Eric 兩位上來我們今天 期間限定的節目 都跟大家分享了這個 MySport 這個活動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這個活動 還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歡迎下面留言 去問我們 如果那一條影片幫到 就是like and share 如果想看卓右的資訊 記得subscribe our channel 那今天已經到這裡 下次再見 好,拜拜 謝謝大家,拜拜